凌尊,体检了吗? 2030-40各年龄段癌症筛查重点清单列好了 和导电视号EV综合报道 通常而言,45岁以上为癌症高发年龄 但最近中青年群体对于癌症的关注度也提高不少 癌症焦虑成了当代年轻人的用意压力来源 今年来,吴梦达、赵英俊等知名演艺人士患癌离世 也敲响了警钟 癌症发病率确实呈现出了年轻化趋势 但是,从2000到2014年 40岁以下整体发病率都在持续增加 癌症在早期基本不会表现出任何症状 只有通过体检才可以发现 若没有及时体检,等身体表现出症状的时候 很可能已经是癌症中晚期了 但是体检项目数不胜数 各种套餐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全面套餐贵得吓人 项目少的套餐又担心漏掉哪些重要的检查项目 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体检套餐呢 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的筛查重点 20岁后的妨碍体检 对于女性来说 有幸生活后要每年做一次 宫颈细胞学检查 筛查宫颈癌 这是目前最有效 最简便疫情的早期发现宫颈癌的办法 30岁后的妨碍体检 女性要特别注意乳腺检查 月经第九到十一天应该自检 绝经或更年期女性最好每月固定一天进行自检 35岁以上女性 每半年应进行一次妇科专项检查 40岁后的妨碍体检 1.约15%的肺癌病人早期没有症状 40岁以后的中年人 尤其是吸烟的人 应每年做一次胸部X线或cord筛查 对早期发现肺癌有积极意义 2.应对胃癌进行筛查 包括胃蛋白霉检查 幽门罗杆菌检查 胃肠X线检查等 3.40岁以上的女性应每年做一次乳房体检 每一到二年做一次乳腺X线射片 每年做一次宫颈图片检查 4.心脑血管 动漫硬化 高血压 糖尿病等同样是应该重点筛查的项目 50岁后的妨碍体检 无论男女都应注意股密度 股代谢的指标 此外,50岁以上人群也是胃肠肿瘤高发人群 应注重胃肠早癌筛查 60岁后的妨碍体检 心脑血管疾病 低剂量肺CT 胃肠进检查等都应是必选的体检项目 根据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 近一半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 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通过癌症筛查及早发现 明确诊断 从而获得更多的治愈机会 现代年轻人工作忙碌 不是身体出现不适的话 是绝对不会去看病的 老年人多数心疼前 也舍不得去体检 然而生命只有一次 珍惜生命 注重健康 体检是对自己和对爱你的人最好的保证 转发这篇文章 提醒父母和朋友及时体检 播报完毕 谢谢收看 整理报道 不一样的电视台和导电视号EV